报销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第三章 消费税里的第三节应纳税额计算 可以说这是在消费税当中最为重要的一节 当然在我们的每年考题中 消费税的这个计算问答题也是围绕着税额计算 不过呢这个问答当中 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上一节计算依据有相关了 那这样关于第三节的应纳税额计算 在消费税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从消费税的这个各个纳税环节说起 因此把这一节内容我们要分成六个知识点 包括第一个知识点是围绕着消费税的 最主要的纳税环节是生产环节 正常情况下怎么交消费税 如果说是自己生产了 但是没有对外销售资产积用的情况下 交不交消费税如何交 那第二个环节呢 又提到了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节 因此从委托方受托方双方的角度 来说明一下他们的纳税义务和扣缴义务 第三个环节 那就是消费税进口这个环节 那它这个计税依据是组成计税价格 这样呢消费税在一般的计税环节上 进口委托加工生产各个环节的税额计算 当然重点那就是说作为高频考点 每年都考的应该是前两个环节 另外在生产环节计算消费税的时候 咱们还有消费税的叫扣税 那这个扣税呢 只是在生产环节让你算税额的时候 它有消费税以纳税额的扣除 涉及到扣税 它的范围是有限的列举的 方法也是不同于增值税的 它的环节只生产环节才有扣消费税 其他交消费税的环节没有扣消费税 当然消费税还有特殊环节的 比如说像这个P5啊 这个零售啊 他们有加征的是吧 那也有正常的 像金银首饰正常在零售环节交的 但是这呢我们主要说的是加征的 因为正常环节的 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提过了 好在消费税 这个应税消费品出口环节 它还有一些退免税的政策 那我们在第六个知识点 将讲到这个出口的退免税政策 以及退税的计算 所以本节的知识点比较多 内容呢也比较丰富 当然了有一些内容 它也是容易计混的 所以需要大家在听课的时候 仔细要重点去理解 首先我们看的第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关于消费税在生产环节 税额计算 所以说每一年肯定是计算问答题 是以生产环节为主的 那生产环节的这个正常的情况下呢 它应该是生产完了 应税消费品往外卖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要看你生产的是什么应税消费品 然后有不同的消费税的计税方法 那从方法上我们前面说从价 从量符合 这三种计税方法 那怎么来选择呢 那就看应税消费品的种类了 如果说是啤酒黄酒成品油 它是从量 如果说是白酒或者卷烟的生产销售 是符合计税 剩下的都是从价计证 因此这个价销售额的确定 这个量销售数量的确定 我们已经在上一节讲到计税依据的时候说过了 所以在这就不必要再展开 那我们来应用一下 比如说在去年的考题中 咱们有一个单项选择的小计算 说的就是某手表生产企业 它生产销售的手表 在某月是1000块手表 不过呢 这里面有这个500块手表 是单价1.2万元 当然这个价格 含不含增值税已经告诉你了 它是不含税 含税不含税 我们上一节已经特地讲过了 它特指含不含增值税 那当然这样的是属于单价在1万元以上的 这是应税消费品要交消费税 另外还有500块呢 是单价在不含增值税5000元 不够1万元 它不是应税消费品 因为消费税当中 15个税务里面提到的叫高档手表 是吧 那高档怎么叫高档啊 它是指一块表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是1万元以上 因此这个5000元呢 它是手表 但是不是这个应税消费品的高档手表 另外还每块表收取了0.03万元的包装费 不过这样的包装费 它的价格是含增值税呢 还是不含增值税 不需要去说了 包装费它一定视为是含税的价格 是吧 那这个时候它必须要进行换算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其实做的时候是很容易出错的 因为这里面有单价是吧 1.2它是不含税的 这样呢我们单价1.2乘以多少框啊 是500框 这个已经是不含税价格了 所以直接乘消费税的税率 另外我们的价外收入它是含税的 那这个价外收入含税必须要进行换算 那价外收入是多少呢 是0.03 这是一块表的包装费 那有多少呢 有500块 你不能说一共是1000块 因为交消费税的时候有500块表 它是不用交消费税的 这样呢以这个价外收入再乘以消费税的税率 才是本月的应纳消费税的税额 所以看起来的一个简单计算 实际上要把它正确的选出来 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正确答案应该是122.65万元 好的关于消费税 我们除了从价要稍微复杂一点 还有一个就符合计税复杂一点 好我们现在也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说的是某卷烟厂 它按照每一条60元的调拨价格 是不含增值税的 销售了600标准箱M牌卷烟 好卷烟厂生产企业 所以交消费税在卷烟的符合计税 没问题 但是呢由于它卖的是按照这个数量上是箱 而价格上是一条60元 所以这里面容易出错的就有一些换算上的问题了 那我们给你一条60元的调拨价格 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消费税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 从价消费税它是有两档税率的 一档56% 一档36% 那它的差别就在哪呢 那就是一条卷烟不含增值税 是吧 是70为限 要是70以下的就应该是低税率 是吧 36%的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让我们去选择税率 但是这个一条70元以下是什么税率 70元以上是什么税率 它不告诉你 其实这个界限也不告诉你 所以我们对于税率不用去单计 但是呢 在税率选择上的一些要求 你还是要清楚的 好 这样呢 从价从量分别的消费税 从量好说 因为它告诉你的 就是一箱150元 我卖了600箱 所以从量消费税一下就出来了 关键这个从价消费税呢 我们不是卖了一箱多少钱 而是卖了一条多少钱 所以它这里面就需要一个换算 你看从量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是吧 然后把它统一为圆 所以除以外 从价的呢 那你就要清楚 它是60一条 那这一箱呢 是250条 然后卖了600箱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换算的过程 那然后再乘以 这个我们选出来的比例税率 它是70以下的单价的 所以是36%税率 同时呢 也要给它进行 元和万元之间的换算 因此 这样呢 你说符合计税难不难呢 好像不难 但是你真要算出来 它本月应纳税额333万元 不那么容易的 好的 那关于生产环节 这个正常生产完了以后 对外销售 消费税的缴纳 其实就是分清应税消费品的种类 选择从价 从量 符合计税 从价的价 有的时候要判断的时候 稍微复杂一点 那我们在本节 讲到生产环节的时候的重点呢 那就是 自产自用 应税消费品 它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生产完了以后吧 它没有对外销售 而是呢 留下来自己用了 给我们的印象 那就是自产自用 应该是同销售吧 是吧 那应该要 肯定交税吧 不一定 这个时候 我们要看一看 自产自用 干什么用 作为这个消费税 它是一次可征的 所以有一些 形成应税消费品了 但是它是中间产品 那它就有可能 不交消费税 今后才交 那也有可能 中间产品 它就要交消费税 所以我们把 税法的规则给大家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 进行图解 首先 交不交消费税 要看清楚 我们的总的要求 就是有交的 有不交的 是吧 那什么情况下 是不交消费税的呢 用于本企业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 就不交消费税 怎么叫本企业连续生产 那就是我们本来 就是自产的应税消费品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图示 咱们结合着 比如说我们自产的呢 是烟丝 已经构成应税消费品了 咱们现在把这个烟丝啊 没有拿出去卖 如果拿出去卖 这肯定是要交消费税 因为它已经是生产销售 应税消费品 但是我们没有卖 而是把它作为什么呀 作为中间产品 作为继续加工的对象 把它接着做卷烟 而这个卷烟是我们对外销售的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 把自产的应税消费品 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那么再确切的说 就是从烟丝到卷烟 两个都是应税消费品 谁交啊 中间产品不交 我这画了一个叉 是吧 中间产品就不交了 等到后面往外卖 卷烟的时候 卷烟对外销售 交增值税 交消费税 这样作为应税消费品的中间产品 它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就不交消费税的情况 那我们接着来看 在消费税的规定当中 自产自用还有用于其他方面的 那就除了第一以外 它就是于移送使用时要交纳消费税了 这样呢 除了第一要交消费税 那是不是都可以把交消费税称之为市同销售呢 也不是 咱们这还提到了中间产品 比如说本企业自产的应税消费品 如果连续生产的是非应税消费品呢 这样的自产应税消费品 它也要交消费税 那也就是说中间产品有交消费税 也不交消费税 除此之外 如果是属于最终产品了 它是当成一个成品 去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 去用于馈赠赞助 集资广告 样品 职工福利 奖励 那肯定都属于 类似于市同销售的理解 所以最主要的 我们是对中间产品的理解 那要清楚 如果中间产品是交消费税的 但是它不往外卖 而连续生产应税消费 这时候中间产品就不交了 那如果是中间产品 比如说这个食品厂生产出来的这个啤酒 生产出来啤酒 啤酒往外卖 当然要交消费税 但是呢 如果这个啤酒 它是也作为中间产品 它不往外卖 食品厂把这个自产的啤酒 去做啤酒香肠 这肯定是不交消费税的 非盈税消费品 所以作为这个非盈税消费品 今后他们往外卖是不交消费税的 那谁交啊 一次课征 那只能是前面的应税消费品 这个中间产品要交 它是要交消费税的 所以中间产品你看 有的是交消费税 是吧 有的是不交消费税 怎么区别呢 那就是从应税到应税 后面的应税交 前面就不交 如果说从应税到非应税 那后面的是不交消费税的 那么前面的中间产品也要交消费税 所以对这个中间产品而言 那我们注意 中间产品它是没有增值税 因为它不是最终的这个本单位 往下一个环节移送的 或者说视同销售的 中间产品的它没有产生移送的 所以增值税肯定不交 但是消费税它要区分情况 有交的也有不交的 那这样的问题呢 在我们去年的选择题当中 实际上就是一个选项 是吧 那就是食品厂自产的啤酒 用于这个生产啤酒香肠 所以这样的啤酒 它是要交消费税 但不交增值税 我们选项问的是都要交的 所以就没选这个选项 好 我们来看的刚才提到的 这个作为成品的一个自产自用 比如小汽车 我们生产出来以后没卖 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最终产品 不是中间产品 用于在建工程啊 管理部门啊 这种肯定是要交消费税 一次性的嘛 那也有可能是用于这种外部的移送 赠送样品 投资分配 福利等等 那这个肯定是 生殖税 消费税啊 这只是企业所得税 都是要视同销售来对待 好 那么关于这个自产的应税消费品 交还是不交消费税 这里我们就要特别的清楚 自产的应税消费品干什么用 如果说是作为中间产品连续生产 那它有可能不交 因为从应税下面还是应税 所以中间产品不交 也可能交 因为它从应税到非应税 后面的不交 前面的就得交了 那它要是属于一个最终成品 生产出来 没有卖 而是自产自用 它是一定要交消费税的 好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列举一个多选题的例子 说的就是纳税人的下列行为 应该要交消费税的有谁呢 首先白酒生产企业 把自产的白酒送客户了 这当然是视同销售了 那B选项葡萄酒厂 把自产的葡萄酒用于连续生产酒星巧克力了 那我们说葡萄酒是属于酒当中的其他酒 它要交 但是呢 它没有往外卖 而是把它作为中间产品 问题是连续生产后面的这个酒星巧克力 它是不交消费税 因此连续生产用于了是非应税消费品 因此从应税到非应税前面的应税就要交 因为后面不是应税 它不交消费税 这样的话 我们是选啊还是不选啊 有同学在这就疑惑了 是吧 你一个打钩一个打叉 到底选不选呢 那我们这说的是这些行为要交消费税的 什么行为啊 那就是你连续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了干这个事用 我们没说酒星巧克力销售这件事 而是葡萄酒连续生产的件事 当然要交消费税 但如果要是这个提干 提干问的是交消费税和增值税 这个B选项就不选了 因为中间产品它是不交增值税 好 C选项 化妆品厂将自产的高档化妆品作为福利发给职工 交不交消费税啊 这肯定是要交的 那最后是汽车制造厂将资产的小汽车直接用于内部的行政部门 你行政部门用的车 它也是可以上路来这个行驶的正常的车辆啊 所以这肯定是自产自用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在选项上 那就是ABCD选项都选了 但特别容易出错的是这个B选项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列举一个 这虽然不是近些年的考题 但是呢 它容易在计算问答题这种提醒当中 让你去进行分辨 说的是小汽车生产企业 生产的小汽车呢 它不含税的出厂价格是12.5万 关键你看看这个小汽车 它这个销售情况 有正常销售的是8600辆 这肯定叫消费税 另外还有两辆呢 是移送本厂研究所 做破坏性的碰撞实验 那么这两辆 它是干什么用了 不是说我们生产完了以后卖了 也不是说自己用了 有同学觉得这不是自己用了吗 不是 它是作为研究所的碰撞实验 那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可以销售的商品 而是做实验的 破坏性实验之后 这个小汽车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因此这样的我们不能够把它作为视同销售去处理 是吧 这样呢 我们一般都是在这个研发费用里啊 或者说把它摊到成本里了 好那我们还有三辆是作为广告样品 这三辆车可是正常的可以使用的 是吧我们经常见到这种锦翘车 它的样车一来就被卖出去了 这是要交消费税的 以及还有两辆 它是移送加工豪华 这个小轿车 这两辆呢 你不要看它今后干什么用 你看它本身干什么用 它是移送的 那就是因为它中间产品 移送了它没有卖这两辆 而是把它移送加工豪华小轿车去了 今后豪华小轿车 是不是还要交消费税啊 那好 从应税到应税后面的交 前面的这两辆呢 它就不交了 所以在企业的本月税额计算当中啊 那交消费税的 你先把数量给确定了 是吧 那然后我们再进行它的应纳税额计算 那么这数量就是我画钩的 一个是8600一个是3 然后乘以单价再乘以消费税的税率 所以在这叫做自产自用 交还是不交消费税 是我们必须要进行判定的一个重要内容 好的 那关于这个要交消费税了 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怎么交了 要交消费税 如果说是从量的还好说 就按数量 那如果说是从价的呢 我们的规定肯定是有同类价就按照同类价 没同类价咱们再一会说是吧 但是这个同类价 同类价怎么叫同类啊 那我们在这有具体的要求 那就是当月你有销售 当月的同类价指的是当月的叫加权平均价 如果说当月无同类价 或者说当月生产还没完呢 这种情况下当月没有 那你就可以按照上月 或者说是近景月的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呢 它容易出选择题 但不太可能在计算问答题里出现 所以计算问答题里就是有同类价 按同类价 那我们现在在这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同类价 也不是说就那么直观的就告诉你 你自己一成税率就算出来的 它有的时候也有点稍微的绕一绕 好举个例子 比如说某地板生产企业8月份 它把生产的实木地板80% 以分期收款方式对外销售 那分期收款就要按照合同约定 是吧 合同约定不含税的销售额 总共是36万 8月28号收80% 剩下那9月份来收 那好 我们问的是 8月份要交多少这个税额 而且呢我们没问税额 我们问的是消费税的计税依据 其实问的就是计税的销售额 那这样呢 两个80% 是吧 一个是你什么呀 卖了的这80% 然后是这80%里面的本月 确认计税依据是80% 那就意味着这36万的80% 你说为什么不全交啊36万 因为它是分期收款 分期收款就是合同约定 合同约定本月就是80% 那你就不需要100%都交税 那我们还有呢 是吧 还有那20%呢 所以你审题要特别的仔细 是谁和谁 这两个业务是80% 卖了20% 赠送给客户 那这肯定是适同销售啊 所以这20%的也要交消费税 但是赠送的是没有价格的 那我们就得找同类价 你说什么是同类价呀 所谓的同类价 你是不是这个80%和20% 是一个整体啊 所以那80%往外卖 那不是就有同类价了吗 卖多少呢 总共是36万 36万是吧 它相当于是整体的一个80% 这样的整体乘以80%等于36 那我们现在把36除以80% 那不是就是那整体吗 所以整体应该是45 这整体的20% 好 45的20% 那就应该是我们这计税依据9 所以赠送的那部分就有了 这样呢你千万要审提审清楚 别到时候啊 我们把这个9再乘一个税率 算出税额 那又分丢了 人家就问你的寄税依据 同时还问你8月份 整个的寄税依据 整个的那就是把你卖了的 和你这个送了的加在一起 好 这是我们在计算问答题当中 它容易有特别的细节的 其实每一个环节的细节 都应该把握住 那我们在这呢 还给大家再举个例子 那就是自产自用 是吧 同类价格 还有可能考虑的是 加全平均价 怎么加全平均 比如说某汽车制造厂 它8月份把生产的 这个800辆小汽车 分两批给卖出去了 那有一批呢 是300辆 那它这个发票金额是4500元 还有一批就是500辆 发票金额是6500元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业务一的增值税 该怎么交怎么交 那关键是这业务二 把生产的同类型的小轿车 十辆它是奖励 奖励给业绩优秀的销售商了 所以这个十辆 它就是没有收钱的 那么这十辆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叫自产自用的那种情况 要交消费税但是没价格呀 没价格怎么交啊 那有同学马上想到了 交消费税应该是换头底业务里面 说到按最高价格 所以前面我们提到了 这个500辆 是吧 500辆的是6500 所以相当于是13万一辆单价 对吧 那上面的呢 是300辆的4500 那我们就是15万一辆 那按最高价应该选15啊 你看清楚是什么业务 我们说按最高价的只是换头底 现在不是换头底 是奖励 所以它不能按最高价 它按平均价 那这样呢 平均价 怎么平均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加全平均而已 所以加全平均 那就是总价除以总量 是不是就单价了吗 13.75 交增值税和消费税都是按照这个价格 这样呢 乘以不同的税率算出来不同的税额了 所以在细节上 那什么情况下按最高价 换头底只有这三个业务 其他出现了也要交税 但不按照最高价 而按照平均价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 如果资产自用 要交消费税 但是它没有同类价 这个就麻烦了 有同类价我们去找同类 没同类价怎么办 那只能是组成一个计税的价格 因此这个组价 我们好像是不陌生 因为在增值税里咱们说过组价 但是在消费税里再说组价呢 跟增值税就有区别了 因为消费税它是一个价内税 是吧 它是含在价格里面的价内税 所以这个价格当中含着消费税 我们用这个价格乘消费税税率 就是里面的消费税税额 但我们现在不知道价格呀 不知道价格没有同类价 那我们乘以税率 怎么算消费税税额呀 没有价格 所以我们先要组这个价 那怎么来组这个价呢 价格的基本组成咱们是知道的 是吧 本利税 而这里的消费税怎么来算 我们前面也都知道了 那就是用价格 啊 销售额 是吧 收入等等都可以 乘消费税的税率 好 这样 价格乘消费税的税率是消费税 现在我不知道价格 那我把这公式做一个简单的变形 给它挪到等号的 把它挪到等号的左边 你看 这个就变成了 等号左边 价格减去价格 乘消费税税率 是吧 那我们现在把公式再变一下形 把价格给它提出来 把等号左边里面的 这个一减消费税税率 给它挪到等号右边 是不是就变成了 这个组价公式了 是我们后面要特别常用的 分母一减消费税税率 是吧 这不就是公式变形变过来的吗 分子成本乘以括号 一加成本利润率 那这个成本利润率 就是我们用来计算 消费税 价格当中利润的 那这样的话 成本利润率 由于消费税是属于中央税 所以这个成本利润率 国家税务总结来确定 你不用去记多少 只要会用就可以了 而这个组成的寄税价格 给大家提个醒 它既是我们自产自用 要交消费税的组价 增值税跟消费税是同样计税依据 所以它也是增值税的组价 那这种视同销售的情况下 要交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那这个组价也是企业所得税的收入 所以这个组价很有用的 好 说到这儿呢 我们还想跟大家提个醒 那就是在价格的形成 或者叫计税依据的形成中 我们前面的增值税 用过价税分离 除以一加增值税税率 那么现在我们不是要分离 而是要把这个税割到价格里面 是吧 那我们要除一减消费税的税率 有的同学在这儿 可能又容易搞混了 什么时候除一加 什么时候除一减 光背行不行呢 不行的 所以我给大家进行了一下总结 如果你是把一个 原本不含在计税依据里面的这个税 要把它放进来 要把它变成含税的 除以一减税率 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消费税 那等到后面 我们要提到什么企业所得税啊 个人所得税啊 把这个税金给它放进去 然后变成了税前的 是吧 相当于把不含税的变成含税的嘛 那把它变成含税的 都是除一减税率 那什么时候要除一加税率呢 那就是把原本含的 给它变成不含的 要把税剔出去的时候 除一加税率 把它放进来的时候 除一减税率 这样呢 基本的一个道理原理 你可以通过我刚才的公式推导 是吧 能看得出来啊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说死记硬背的 但是呢 很多同学在学这块的时候 经常给搞混了 能不能就除一加消费税率了 没有这样的处理方法 都是除一减消费税率率 如果是加 一定是除一加增值税率率 好的 那关于组价这个公式 我们现在遇到了是消费税率的第一个组价 后面我们还会遇到两个 消费税率有三个组价 不过这个组价在形式上 好像是有这个差别的 但在具体的内容上都一样 必须是有消费税的税额在里面 因此分母是一减消费税率 而生产环节的组价成本加利润 那么在消费税的组价当中 我们所用到的成本利润率呢 这是由国家税务总局来确定的 因为消费税本身它是属于中央税 那作为这个成本利润率到底 对应的不同的应税消费品是多少 我们不需要去记 那这七档是吧 从4%开始到8% 每一档都有 然后还有10%的 像我们新增加的这个电子烟药室组价 它的成本利润率就是10% 也有20%的 不需要记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会使用 那如何来使用 我们下面来举例说明 比如说某化妆品公司 它是10月份把一批自产的高档化妆品 这已经告诉我们了 是应税消费品 它用作职工福利了 而现在告诉我们用作职工福利的 这批应税消费品 它是没有同类价 这个就暗示着你 肯定是要组价了 但是肯定我们知道它的成本 因为我们自产的嘛 咱们有这个会计上的成本记录 人工成本物料成本是8000 同时告诉你的利润率也知道 是5% 消费税税率也知道15% 所以我们这关键是要组这个价了 怎么组呢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套公式呗 本利税是吧 本是谁呢 成本有了 利是谁呢 用利润率来算一下 所以成本乘以括号一加成本利润率 本利税还得加上税 加上税 我们得除以减消费税税率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组价有了 其实交消费税 就是拿着含消费税的这个价格 然后乘以消费税的税率 15%的税率 那同时它还要交增值税呢 问你的是增值税和消费税 增值税跟消费税是完全一样的价 都是含着消费税 而不含着增值税的价 因此两个同样的计税依据 乘以不同的税率 那就意味着 如果增值税消费税两个税的价 都需要我们去组价 那我们一般先考虑消费税的组价 然后增值税就相同的跟着走就是了 那这个时候两个税用的是相同的组价 所以利润率增值税的也就跟着消费税走了 因为你都是从价激增的 好那我们现在再想说一下 那就是在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中 还有不是从价激增 而是从量激增的 那它要是出现了这种自产自用怎么办呢 其实消费税很简单 它不是从量激增的吗 是吧 所以有了量消费税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消费税跟组价就没关系了 但是同时他们还要交增值税怎么办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直组增值税的价 因为消费税不需要组价呀 它是按数量来的 那么直组增值税的价 这个时候就得按照增值税的利润率了 那我们在第二章讲增值税组价的时候提到过 增值税的利润率是10% 它是中性税 所以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货物 都是10%的利润率 所以这样的利润率是直组增值税的价 就要用增值税的利润率 如果增销两个税都要组价 那我们增值税就随着消费税了 如果直组增值税的价 那我们就按增值税自己的10%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要提的 那就是增值税从价计征 你组价当中的利润率是按10%了 你组价当中的除了本利还应该有税 所以还要把消费税税金给加进去 这个税金就是我们的从量消费税 是吧 刚才不是已经从量算出来了吗 把它要加进去 好 那我在这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某啤酒厂 它8月份自产了10吨啤酒 无偿的提供给某啤酒节 所以这样的无偿提供 它也是没有价格的 但是作为消费税啤酒是从量征收的 我们已经有了多少啊 10吨 这个消费税就已经能够算出来了 那告诉你每吨的成本是1000 那它怎么再算它价格也到不了一吨3000 所以消费税是一吨220元的低税额 因此要说你的这个叫做消费税就很简单了 10吨1吨220元 所以2200的消费税 但是这样的送出去的啤酒 肯定要在增值税里适同销售 那么增值税怎么算呢 增值税没有按数量的都是按价 那没有价呀 那我这特制的是吧 赠送啤酒节的没有价 这时候需要组价 组谁的价呀 组的是应该交增值税的价 但是这是应税消费品 那么这个价里面就要有消费税 所以组价的时候 作为应税消费品的组价里面 本利税都得有 这个税是什么税啊 这个税是消费税 就是我们刚刚算出来的2200 同时还要有成本和利润 成本好说 这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是吧 一吨一千一共是十吨 利润呢 那这个利润率 注意哈 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 它这是组增值税的价 所以呢 要用增值税自己的成本利润率 10% 你要组增值税和消费税共同的价 那就随着消费税走了 是多少就是多少 消费税里的利润率也有10%的 但是这块是仅组增值税的价 用的就是增值税的利润率 好 本利税都齐了 那么价格有了 我们再乘以增值税税率 我们的13 好 这就是对于单一重量激增消费税的 应税消费品 自产自用 消费税按量增值税怎么组价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三种情况 就是在消费税里还有符合计税 是吧 卷烟和白酒 那么这个符合计税 一道重量的那量好处 那么一道重价的这个价呢 它又没有了 是吧 自产自用 它没有价 那这个时候 它也没有同类价 怎么办呢 又得组价 所以在这个组价公式当中 看好了 这个组价公式当中 我们跟前面的单一重价征税的 是吧 刚才我们举的那个化妆品 那个例子 它的最大的组价的差别 在哪呢 一般不是本利税吗 税就是除以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啊 在这 关键的差别就是 在组价当中 你除以一减消费税的税率 这是什么呀 这是组的从价消费税 但是它是符合技税啊 那就意味着 卷烟和白酒 在价格里的消费税是应该 既有从价也有从量 所以你在组价的时候的消费税 要把从价和从量都放进去 那也就是说 在组价的时候 我们价格当中的消费税 它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税 既要有从价的 也要有从量的 这样的才能够体现 是吧 消费税作为一个价内税 它是整体要进入价格的 这个整体 是既包含从价的 也包含从量的 它是一个整体要进入价格的 好的 那么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属于细节了 那这样的问题 就意味着 你组价当中 要包含从量消费税 这是算从价消费税的组价 是吧 要有从量消费税 当你算符合计税的应纳税额时呢 应纳税额是从价消费税 加上从量消费税 那就意味着 我们算符合计税的应纳税额 这个从量消费税是用了两次 一次是在组价当中 要把它放进去 一次是在算应纳税额的时候 要把它从量消费税 单放进去 所以这个问题呢 可以说是我们在历年讲课当中 一再都强调的 但是呢 从以往的考试情况来看 多年都没有考过 可是去年2022年 考到一个白酒生产企业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所以咱们讲课的时候的 所有的细节 你都要注意到 因为这个细节 可能是某一年考这个细节 某一年考那个细节 甚至从来没有考过的 那么就是今后未来要考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白酒生产企业 所发生的业务是什么呢 它把自产的500斤A类低度白酒 继续加工生产为B类的高度白酒 一共呢 是980斤B销售 那我们在这要看清楚 它出来了两个 这个白酒的类别 两个斤数 它往外卖的是谁呢 往外卖的 看清楚啊 是B类 这个B类酒卖了多少呢 这是我们的从量的量 是吧 卖了是980斤 同时呢 从价那个价 它是没有的 成本价是1斤 240元 这说的是B类的 那我们要算的也是B类的 你千万不要去算那A类 A类已经作为中间产品了 咱们卖的是B类 好 现在告诉你了白酒的消费税的有关 从价比例税率 从量定额税率和成本利润率 注意这个成本利润率虽然是10% 但它是消费税的10% 好 现在我们问的就是这个业务要交的消费税是多少 那首先你要思路清楚 那就是既要算从量消费税 也要算从价消费税 是吧 你不能够就算一个从价的 从量的也得有 那把它们加在一起是因纳消费税 但是从价消费税的价没有 那我们需要组这个价 因此咱们就先算一下 从量消费税980斤 1斤0.5元 就是490元 再算那个从价消费税的时候 没有价 好 我们就组价 组价的时候 那你看清楚 那就是 本 是吧 980斤 1斤是240元 利 那就是乘以一加成本利润率 本利税 还得有税呢 那好 除以这个 1减20% 这是从价的那道消费税 还得再加上 这道 从量的这道消费税 就这个 这样呢 我们的价格里面 才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税 从价从量都有了 是吧 完整的消费税有了 好 有了这个价 实际上才是一个 叫做完整的价 我们拿这个价 是吧 本利税全都有的 这么一个价 然后乘以20%的 消费税的税率 这就是那道 从价的消费税 这样呢 咱们这道从价的 是吧 这是那道从价的消费税 这是那道从量的消费税 把它加在一起 才是因纳消费税 所以要得出来 6 529 2.5 这个数额 不是那么容易的 即使呢 你把原理都搞清楚了 把公式都列对了 但是你最后的结果 计算当中 出现了低级错误 照样也是不得分的 所以在这呢 大家就要 格外的谨慎 好 那从我们的 去年考题来讲 要求你算的 就是消费税 因为每年的 计算问答题的 这个5分的消费税 它就是消费税 但如果这样的问题 放在了综合题里呢 它肯定还让你算增值税 因此 我们也同时 把增值税给回顾一下 增值税的计税依据 在有从价的情况下 那就跟消费税的价是一样的 消费税什么价啊 就这个组价啊 是吧 那么这个组价呢 当然也就是增值税的这个 积税依据 组价 它乘以增值税的税率 不过 在这个价格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含着 从价消费税和 从量消费税 所以从量消费税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用了两次 是吧 一次呢 是在组价当中 它是要有从量消费税 第二次呢 是在这儿 它是 在算应纳税额的时候 也得有从量消费税 所以你不能说 从量消费税用了两次 是不是怀疑自己不对了 不是了 这是正确的处理 好 这样呢 关于这个消费税 在应纳税额计算当中的生产环节 我们是作为一个重中之重去掌握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是生产销售 按照从价从量符合计税 那特殊情况下呢 就是自产自用 要区分清楚 是吧 自产自用交不交消费税 以及需要交的情况下 怎么交 有同类价 你同类价 没同类价 要按照总价 注意符合计税 组价的特殊要求 谢谢大家